Hello 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 我打算和大家聊聊如何在PowerPoint中 配合iJack這套軟體 來體驗一下擴增實境 所謂擴增實境 就是利用辨識與定位的技術 使現實世界與電腦產生的虛擬內容 透過相機結合在一起 而今天我們要用來製作 擴增實境的素材也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一張靜態的圖片 以及一個簡短的動畫 其中圖片所扮演的是一個 啟動器的角色 只要我們的手機偵測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播放我們所指定的動畫 好 我們一起來操作看看 我首先打開今天資料夾中的第一個簡報檔 簡報的背景 是我從網路上找到的免費範本 裡面的文字 則是我用文字藝術師的功能所建立的標題 至於標題的字型 我使用的是免費的輕鬆手寫體 從他們的臉書社團中 就可以直接下載並且安裝使用 這裡我打算在投影片中 加上一個簡單的3D動畫 於是我切換到插入標籤 在Microsoft 365的版本中 有提供3D模型的功能 我在對話框內開啟動物的分類 就可以在頁面中找到一群魚兒游泳的動畫 接著我按住Ctrl鍵不放 配合滑鼠滾輪將投影片略為縮小 然後拖曳3D模型的邊框 使其符合整個頁面的寬度和高度 魚兒的大小我們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我到上方的功能區啟用縮放功能 並且垂直拖曳放大鏡的圖示 就可以增加魚群的尺寸 調整完畢之後 我繼續到左上角開啟檔案面板 選擇匯出 建立視訊 就可以把目前的動畫儲存成一個視訊檔 這個視訊檔目前的播放長度大約有40秒 不過由於我們要使用的擴增使徑App 最常只支援到30秒的短片 因此我們可以針對視訊檔打開滑鼠右鍵選單 把它開啟在Windows內建的相片軟體 接著我到右上角選擇編輯 執行修剪來縮短影片的長度 使整個動畫不超過30秒 修剪完畢之後我按下儲存範本 如此擴增使徑的影片素材就準備完成了 下一步我們得為這個動畫設計一張靜態的啟動圖片 一個理想的啟動圖片 它的圖形內容必須要清晰銳利 對比鮮明 同時也要盡量避免重複或對稱性的圖樣 因為這種設計會提高影像辨識的難度 OK 所以我回到PowerPoint的操作介面 使用滑鼠來調整魚群的位置 拖移中間的圖標則可以旋轉模型 使畫面中的魚不要遮住中央的文字標題 調整完畢之後 我將3D模型透過滑鼠右鍵來執行複製 並且將它以圖片的方式貼上 如此我們就可以將3D模型刪除 取代為這張靜態的2D圖片 最後我同樣到左上角打開檔案面板 選擇另存新檔 來將這張投影片儲存為PNG的圖檔格式 再按下儲存 於是我們就完成了第一組擴增實境的素材 OK 接下來我回到今天的資料夾 打開第二份簡報 目前版面的設計 我們可以直接拿來當作 啟動擴增實境的圖片 於是我再次打開檔案面板 來將投影片儲存為PNG圖檔 下一步我回到簡報操作的介面 並且切換到插入標籤 來開啟先前的3D素材庫 在海洋的分類中 裡面有一個小丑魚的3D模型 於是我按下插入 把它下載到投影片之中 同時利用中間的圖標 來調整小丑魚的角度 這個小丑魚不同於前一個3D模型 它並沒有任何內建的動畫 不過我們依然可以在動畫標籤中 替它加上一些簡單的特效 像是在投影片的開頭 我們可以為它新增一個到達動畫 動畫的強度我設為強烈 而當小丑魚抵達頁面之後 我們可以另外再給它補上一個搖擺動畫 至於旁邊的標題文字 我打算做一個上下浮動的效果 而這個效果可以透過線條移動的功能來製作 不過預設的移動距離 對於浮動來說有點太大了 因此我使用滑鼠點擊底下的紅色標記 當滑鼠優標變成白色雙箭頭的時候 我按住向上拖曳來說斷文字移動的距離 不過這邊我們要注意一點 就是剛才我們所套用的動畫效果 都是在滑鼠點擊之後才會開始播放 對此我打算修改一下動畫觸發的方式 於是我到功能區內打開動畫窗格 將這些動畫的啟動方式 全部修改為與前動畫同時 也就是投影片一打開 就會自動播放設定好的動畫 至於小丑魚的搖擺動作 我們可以將它略為延後 使小丑魚在抵達頁面之後才會開始左右搖擺身體 此外搖擺這個效果在預設情形之下 只會來回擺動一次 如果我們希望搖擺動作能夠持續不間斷的話 我們可以打開它的效果選項面板 啟用自動回復的功能 再切換到預存時間標籤 來將動畫重複的次數 持續到最後一張投影片 再按下確定 同樣的小丑魚旁邊的文字標題 我們也可以修改它的動畫設定 使文字不至於浮動一次 就停留在畫面不動 而是能夠持續保持浮動的效果 設定完畢後我按下確定 如此我們就可以開啟檔案面板 來準備輸出視訊檔案 於是擴增實境的第二組動畫 也順利完成囉 OK 除了使用PowerPoint內建的動畫效果之外 擴增實境也可以結合影片的置入 舉個例子 我在資料夾內打開今天第三個簡報檔 同樣的 我們可以先為這個畫面執行另存新檔 促成為PNG來作為擴增實境的啟動影像 然後我切換到插入標籤 點擊視訊 來將資料夾內的影片置入到簡報之中 此時影片會遮蓋住底下的文字標題 因此我打開滑鼠右鍵 將它的排列順序移到最下層 另外影片的放映方式原本是透過滑鼠點擊 才會開始播放 而這邊我將它修改為自動 至於透影片右下角的文字 我也將它的色彩改套用白色 於是我們就可以回到檔案面板 來將這段影片輸出成一個新的資訊檔囉 OK 當我們準備好全部的素材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也就是擴增實境的設定 首先我們得下載一個叫做iJack的軟體 我打開他們的官方網站 切換到Creator 創作者的標籤 然後我將網頁捲到最底部 填寫好自己的姓名和電子郵件 就可以按下Download 把軟體下載到自己的電腦 啟動程式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按下開始按鈕 這裡的第一步 自線上傳用來啟動擴增實境的靜態圖片 於是我按一下加號 來選取簡報01的PNG圖檔 然後點擊下一步 接著它會請我們上傳擴增實境的影片 於是我繼續點擊加號 來選取簡報01的視訊檔 按下建立按鈕 那麼iJack就會開始進行擴增實境的設定 在稍待片刻之後 畫面上會出現一組QR Code 此時我們就可以打開自己的手機 來下載他們家的App 下載完成後我們將App啟動 打開左下角的相機 來掃描螢幕上的條碼 如此就完成了第一組擴增實境的設定 接下來我們可以重複這個步驟 再次按下建立按鈕 並且將簡報02的啟動圖檔 和動畫影片依序載入到這個軟體 然後同樣按下建立 產生QR Code 再使用手機掃描條碼 來將這些內容載入到App之中 等到三個簡報的動畫 全部都載入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另外新增一個空白簡報 並且將三張啟動圖檔依序拖曳進來 把他們分布在不同的投影片 於是我們就可以按下鍵盤的F5播放簡報 此時如果我們用雙眼直接觀看的話 只會看到靜態的圖片 但是如果透過手機的App 來檢視投影片的話 那麼這些內容就會突然活動起來 使整個簡報充滿了趣味和驚喜 最後我們也可以活用今天的技巧 帶給家人或朋友一些小驚喜 譬如當親友生日的時候 你可以偷偷把他的電腦桌面截圖下來 作為一張啟動圖片 接著你可以用PowerPoint 制作一張生日賀卡 然後新增一張空白投影片 再將他的桌面截圖拖曳進來 而截圖停留在畫面上的時間 我們可以在轉場標籤中進行設定 譬如我設為2秒 至於底下的生日賀卡 我們也可以加上一些簡單的動畫 譬如蠟燭上的火焰 我們可以替他加上一個放大縮小的效果 來模擬燃燒閃爍的感覺 同樣的火焰的閃爍 不能只播放一次就停止不動 於是我打開他的設定選單 將動畫啟動的方式設為與前動畫同時 然後開啟效果選項對話框 將自動回復勾選起來 再切換到隔壁的標籤 來將閃爍的速度設為很快 重複的次數則設為直到最後一張投影片 設定完畢之後 我再利用複製動畫的功能 來將火焰閃爍的效果 依序套用到所有其他的蠟燭 另外為了讓每根蠟燭的閃爍節奏 有些細微的差異 我利用滑鼠拖曳的方式 將這些動畫的開始時間略為錯開 我同時也在網路上找了一個彩帶的動畫素材 我把它拖曳到投影片之中 按下Ctrl鍵不放向右拖曳複製一份 最後我從資料夾內再拉入一首生日快樂歌 音樂播放的方式設為在背景播放 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為這張投影片 加上一個有趣的轉場效果 而整個動畫的持續時間 我則是配合音樂的長度延長為25秒 設定完成後 我重複先前的步驟 將整個簡報輸出為一個視訊檔案 並且依序將啟動圖片和視訊檔拖曳到iJack 來產生擴增實境的QR Code 如此當壽星透過手機 觀看自己的電腦螢幕時 就會發現這個小小的驚喜囉 OK 那今天的POPPEN的教學 我們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